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今天我們持股呢 又再創波段新高 那我們首先一檔檔來看 第一個5251的天月電 天月電呢 持續的在上週開始做一個啟動之後 那麼運作完畢啟動之後 至少兩根啟動嘛 那兩根之後呢 那上週五的第二根漲停板 那禮拜一的又漲停 昨天的漲停 那昨天漲停 已經是本坡上來的第三根了 那到今天呢 今天的天月電呢 又再創波段新高 又大漲創新高 所以你不知不覺 它已經離運作區 已經走一坡上來了 那這樣的話 你輕輕鬆鬆就獲利了 絕對獲利嘛 都創新高了 怎麼可能不獲利 而且從運作完之後的 已經第三度亮燈 今天還逼近漲停 已經幾乎可以說四根漲停的幅度了 那天月電 那這是一個轉機的一個題材的標的 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類型標的 你在什麼樣的位階出手買進 我覺得是重點 你是不是在運作區去追蹤這樣的標的 那進入運作區的那個同時 那個當下開始你是不是能夠即時的去掌握住一檔進入運作區的標的 在運作區內你從籌碼上面是絕對是抓得到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在股市這麼多年你會發現到現在了非常越來越明顯 就是說市場有兩種指標 一種叫做領先指標 另外一種叫做落後指標 那你今天如果說 你每天所在分析的研究的想要從中找尋蛛絲馬跡的 你所看的數據都是落後的指標數據 然後你要從落後指標數據裡面去做分析研究 然後去能夠領先布局一檔準備起掌的標的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問題是什麼是落後的指標 對不對 什麼是落後的指標 什麼是落後的資訊 從落後的資訊落後的指標 落後的數據去分析研究 那當然很難很難在標的準備起掌前去買進去 先做提前布局嘛 所以可是我們卻看到了 現階段了市場幾乎九成以上了 我還不好意思說九成五以上 九成以上了 你看到檯面上的分析師了 或者是一些談話性的節目的名嘴 財經名嘴 什麼名嘴 那跟各位報告的 所有的提供給你的資訊 數據 全部都是落後的東西 那你們聽了些人講 講解落後的資訊的時候 你聽了津津有味 你覺得哇 這個太重要了 真的很重要嗎 譬如說我跟你說 某一家公司公佈EPS第二季兩塊錢 那今年預計可能會上看到五塊錢六塊錢 哇這很重要嗎 一般人聽得很重要 哇我沒有想到這家公司第二季可以單機賺兩塊 今年可能賺五塊以上 我沒有想到耶 很重要啊 你去看一下股價 絕對早就噴了 所以當你告訴我說他第二季賺兩塊 今年可能賺五塊的時候的同時代表什麼 這個數字啊 已經落後股價才公佈的 那就是落後訊息 可是一般人很喜歡針對落後的東西 一直探討 一直去找尋 想說是不是有標股在裡面 早就標了啦 你只是 你只是那一群底部買的人 釋放出利多之後 要你幫他們再拉台的一個棋子而已 那一堆分析師 一堆專業人員 一堆財經名嘴 上了節目 我剛才講了 上了節目也不知道大家講什麼了 那講什麼呢 就講一些大家已經公佈出來的數據嘛 新聞嘛 還有法人買賣超嘛 期貨市場的選擇權的OI部位等等等等 去拿一些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東西 來給你放大嘛 你乍聽之下你覺得很專業 很棒 可是在我們實際在做交易的人看來 這些東西不是早 不是已經 都是股價先行之後 落後才公佈的東西嗎 可是他們卻可以把這些東西 講得很專業 所以導致後來市場的風氣就變成 這些東西變得很重要 你做股票一定要看這些東西 變成一種 好像 那是理所當然了 可是問題是 你看全市場 有誰賺到錢 你有聽說 針對那些東西去研究探討的這些 有的投資人 大賺了嗎 沒有 一萬八跌到一萬三 每個都苦哈哈的 你們不是抓了一堆好公司嗎 怎麼這些好公司全部都崩盤了 全部都跌四成五成 你看一堆電子股 幾個月前 指數在一萬七一萬八說 哇 喊他今年要賺幾塊錢 EP賺幾塊錢 那些公司不是嗎 結果呢 哪一檔沒有摔下來 哪一檔沒有重挫崩盤 所以你看現在很多投資人受傷慘重 還在療傷 還在復原中 幾十萬幾百萬都賠掉了 所以如果你經歷過這條路 你早就應該覺悟 別再看那些 別再聽那些人跟你講 那些落後的東西了 可是你看我節目 你會發現 股票先不要講啦 各股都先不要講 這一波指數反彈上來 我跟你說會怎麼走 後來我不講了 對不對 因為我都跟你講還沒發生 可能要怎麼走的發生 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走法 對不對 那後來呢 我發現你們還是挺喜歡 聽那個講事後的 所以後來指數我不太想講了 到今天為止指數 都是照我之前講的跟你講嘛 對不對 我說你只要只需要看一檔股票嘛 那個叫台積電 有沒有 我說台積電會先走對稱 對稱完之後 會慢慢接觸十日均線之後 就再向上走 那指數會怎麼走 指數會跟台積電一樣嘛 我都講完了 就這麼簡單 可能你覺得 你會覺得有這麼 就這麼簡單 我聽那個某某某講說還要分析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數據 還有什麼東西 真的在你對我們在做交易的來說 我直接把重點講給你聽而已 我不會去把一些不重要資訊穿插進來 好像要美化一個節目內容 多麼的專業 不是 我只跟你講重點就好 因為做交易就是很直接嘛 我們是在做交易 我不是在跟你做分析啦 那我也不是什麼財經名嘴 我們是做交易的人 所以我告訴你 股票你要抓什麼 你要看什麼 我把我們在抓的數據 看的籌碼數據 我跟你講我們看什麼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績效 指數我跟你說什麼 台積電會先對稱 對稱完之後就 慢慢會接近十日均線 收斂之後再上去 指數會跟他一樣複製上去 那你如果要看的話 你看價錢指數在做什麼 價錢指數為什麼這一波 先橫的走之後再上來 最近是不是上來了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啊 我是不是跟你說 他要先怎麼樣 先對稱 對稱什麼 對稱這裡啊 他上來之後 他會先走對稱 然後再慢慢向上爬 那你可以看空指數幹什麼 我都跟你說 他會對稱這邊 對稱完之後 會跟這條十日均線 慢慢的收斂 有沒有 再向上爬 那指數當然就是這樣子走嘛 所以你去分析指數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做這一波指數會怎麼樣 台積電會把季線黃色這條收復嘛 對不對 我在這邊走對稱 對稱完之後 我把季線收復 季線是黃色這條嘛 我收復啦 所以這一波指數會怎麼樣 指數會收復季線嘛 我都跟你說 他會在一萬八下來之後 第一次收復季線 之前全部在這個區塊在這裡的時候我就跟你講過了嘛 講完之後就像這樣子收開始收斂收斂之後慢慢又上來了 把季線收復了 所以你說指數要有指數需要天天講嗎 我早就先跟你講他會怎麼走 那你因為他會這樣走 所以你要趕快找機會 對不對 那怎麼找個股機會呢 你要從籌碼分析去抓 那為什麼從籌碼分析 因為籌碼是領先指標 我們做交易的人 我們在分析 在抓的數據是領先的數據 從領先的數據裡面 我們才能夠找到個股準備起漲前的那個轉折區 我們不是在分析那個落後 股票上去之後 股價上去之後才公布的消息 公布的利多 才公布的財報 九成以上的檯面的分析師 都在講那個後來公布的財報利多 然後反過來跟你講 這個標的很棒 那個標的不錯 甚至是跟你 甚至我認為最差最差就是什麼 最差就是說 去跟你講投信買什麼股票 所以你要注意 我只講一句話 你有本事 你膽子夠大的話 你去跟投信買買看 你有再多錢的不夠你賠 你去跟他買買看 然後我看到投信在買什麼 那你去買買看 你絕對買不到轉折區的 而且往往是買在相對的一個 已經起漲之後的某一個階段 運氣好再走一小段 大部分時間買完之後 沒什麼行情 甚至在高檔區醞釀 爆量爆量不斷爆量 在上風下行就下去了 不要跟的人 不要去 不要去看那些落後的資訊 會去拿落後資訊 跟你解讀的 不是交易員 你懂嗎 我雖然是證券分析師 但其實我們是交易員 我們是在講實際交易的 所以你看我講節目 股票我不跟你講 不跟你啰嗦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一家公司做什麼 做什麼 EPS預估多少 多少錢 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因為你還是不知道在哪裡買 所以我做節目 我就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就直接跟你講 我哪裡買 那我為什麼在那裡買 你告訴我 對不對 沒有人跟你講這些東西 每個都是避重就輕 白檔股票 從落後的資訊 落後的財報數據 落後的新聞 落後的投信買賣超 落後的外資買賣超 拿來跟你包裝 那個標的很棒 所以你看 他們跟你推薦那個標的 可是他們永遠都不會告訴你 譬如 他們永遠都不會告訴你 這裡就是運作區 你要在運作區找買點 你懂嗎 他們永遠不會跟你講這個 所以這些漲停板 他們不會有 就算有呢 可能是在這裡才追進去 看到上去了 不得了了 趕快追 有沒有 在這裡趕快追 追完之後跟你說 因為他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他怎樣怎樣 所以呢 他很棒哦 那你問題就來了 那你什麼時候買的 他不會跟你講 他在運作區就買 跟我們一樣嗎 不會跟你講 因為不是 你從落後的東西 去分析一檔標的 你所找的買賣點 就是在這種相對高 絕對不是在這種運作區 好 然後呢 華信光我跟你講的時候 也沒人跟你講半個字 現在打開電視機 一堆分析師 一堆名嘴 一堆晚上的談話性節目 請了一些 每天在拿通告費的 這些財經名嘴 開始跟你講 你這麼厲害的話 你絕對不會在意 那個通告費的啦 在我們這個業界 我們只是不好意思講 有那麼一群 可能他也是分析師 我都不好意思講 因為講了 會對後路做 其實我們自己 我們業界 我們大概知道哪些人物 也是分析師 可是呢 就一天到晚出現在財經的 訪談的節目 拿通告費 因為通告費 對他來說很重要 那你覺得他操盤操得怎麼樣 可是他們很會講 他可以拿一些 我剛才講落後的資訊 落後的新聞數據 落後的財報資訊 把他要講的東西包裝美化的 一起放 好專業 可是操作呢 不敢看 慘不忍睹 華新光我在講的時候 沒人理他 對不對 我就說我不能講太多 我直接跟你講重點 毛利率增27% 出現多年來大轉機 那你要不要買 有些股 有些時候股票就是這樣子 我說我可以跟你從當時 跟你我們所發現的重點告訴你 再細節就別再問了 做交易的人直接跟你講重點 為什麼他會漲 當你看到這個 你還不認為這個股票會漲 那我不知道你在台北股市打滾 二三十年的長輩朋友 你得到什麼經驗 沒有經驗 你根本沒 你根本沒有得到什麼經驗 一家公司毛利率增加27% 你沒有感覺 那結果呢 月線 我告訴你會有一波 月線的這一下子 這畫上來 我不是跟你畫到這裡 我不再跟你玩那種畫大餅 繪圖遊戲 我畫這一段就告訴你 至少這一段 月線這一段你不要小看 月線的這一段 在日線來看 這樣多少 130% 1.3倍 多久 一個半月 有沒有走出來 那我當時我在節目上 我跟你邀請的時候 你怎麼思考的 指數我也跟你說了 回測完 對台積電對測完之後就上去了 指數就跟著上去了 你也聽不進去 我都直接講重點了 那就是你聽得懂 聽不懂 你願不願信了啦 講到最後就是你相不相信了啦 那你要不要 你要判斷是真的 是假的 只有等時間證明了 那你到今天來看 你去看台北股市 台積電跟指數 是不是一模一樣 是一模一模一樣的過程中 在這段時間你怎麼做 照著我們這樣做 你一檔接一檔 一檔接一檔 你在賺錢 那每一檔都是從運作去開始抓 交易員跟你講的是 就是一個重點而已啦 把重點跟你報告而已 那就看你要不要這樣做 分析師跟你分析的是 美化的東西 這裡抓一點進來講 那裡拉一點進來講 把一個東西美化的 漂漂亮亮的 對不對 包裝的 哇 好像是一個 一個非常珍貴的鑽石一樣 可是問題是你實際去看他的交易 慘不忍睹 因為他所有拿出來包裝的東西 全部是落後的東西嘛 就像我舉例啦 有沒有 我做的光盛 我在買光盛的時候 全市場沒有人在碰光盛 也根本不懂光盛啦 那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去買光盛 我就說了嘛 交易員跟你講的話 你聽不進去 那我就沒辦法了 我們看的是重點 什麼是領先的東西 只有籌碼的東西是真實的 是領先的 那對我來說 從開始出現突破比例的一個運作量進去之後 它的下緣 到這一波上去的運作量那一天的高點上緣 它會形成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就是所謂的運作區 你在運作區裡面找買一點 買到之後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最少跟你兩根起跳 有沒有 然後呢 三根 四根 四根掌停 哇 而且是連續三天三根 你發現什麼了 你發現友台啊 前前後後的十段的分析師啊 開始跟你講光盛 你就知道 這些人都是騙子 這樣你懂了嗎 你就不要再跟我說 老是 可是我每次都會以為 那個老師好像很專業 我每次都以為那個 有這麼難判斷嗎 兩根掌停 三根掌停 跟你說你看 這個標的有多好多好 然後怎麼包裝 拿一些落後的東西來包裝它 落後公布的數據來包裝它 說這個標的很棒 所以你看他們大賺 你相信嗎 兩個字就是騙子 交易員跟你說 什麼時候會出現買點 我們講的是出手的位置 為什麼可以在這裡出手 我不是在跟你包裝光盛有多棒 對不對 而且我還告訴你 光盛有多棒啊 當他拉上去之後 這裡買的人會告訴你 他有多棒 你相信嗎 有沒有 這一天拉上來囉 這裡先進場的人告訴你 8月2號新聞出來了 跟你說他六月獲利 年增兩倍 你相信誰 你要在這裡買 還是跟那些人去包裝 他有多棒 這就是股票市場 這樣懂了嗎 我們真的賺錢 我們賺五根漲停 股票不是用包裝的 講的是交易 你這樣做股票 你賺不到錢嗎 對不對 好 那下半段回來呢 我要跟你報告 是一檔滿重要的標的 我昨天講第一天 我說我們這幾天 我們會陸陸續續 邀請觀眾朋友來佈局 你要買多一點 你要重壓的都可以 完全就是你自己思考了啦 我們交易員我就跟你講 他是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裡去買他 可以買多一點 可以重壓都沒關係 我直接跟你講重點 那你認不認同 你自己決定 好不好 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回到節目現場 來我們看一下這檔標的 我說你現階段 你要去注意重點在哪裡 我說每一階段行情 你掌握了多少 對不對 你看我們看指數 你看指數這一波 從一萬八跌到一萬三 一萬八掉到一萬三的這條路上面 現在好不容易漲了一波上來 收復季線 我們把這些線都拿掉 那我就問你囉 這從一萬三千多到今天的高點 一萬五千多 你賺多少 對不對 那你賺多少 那這兩天你會跟我講指數的話 那我就跟你講了啦 很久沒跟你講 那我就跟你說 你注意一下這個低點 越來越接近了 那通常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自己要小心了 好 所以我都直接講重點 你就聽進去就好 好 那你聽進去之後 你該怎麼去操作自己想辦法 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跟你講 你可以怎麼辦 那如果說在這裡要小心一點的話 那要慢慢接近 要小心的 那請問那小心 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跟你講 如果掉到一萬三 到現在一萬五 你什麼都賺不到 賺一點點 或根本沒什麼賺頭的話 那我教你 你看到這一段 如果這一段行情 當時你有針對 我說我拿越K線給你看的時候 你就自己把握機會 因為他絕對就是破斷機會 有沒有 滑星光 月線走一波 所以你看這一個滑星光 給你一點三倍 一百三十percent 那你這一段呢 你買了一檔股票 叫滑星光 賺了一點三倍 那你說這波行情 你有沒有遠遠的戰勝大盤 你有沒有很滿足 對不對 這一檔 這一波 你做一個滑星光 就賺一點三倍 那你是不是有掌握出這一波行情 百分之百掌握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大盤這邊慢慢接近了 我跟你講這個位置了 對不對 好 那你要怎麼做 你陸陸續續要準備一些資金 跟我們同步 我們已經在陸續 在帶客戶 在佈局這個標的了 那這個標的我昨天講第一天了 你昨天沒看到節目的 請你今天注意聽 可以做 趕快 可以的話 你就趕快做了 不要再想東想西了 在你想的過程中 考慮的過程中 機會 又給別人拿走 這個標的 先從形態跟你講 一樣 這是月線 我現在給你的機會 就是大機會 你要把錢 放在什麼樣的標的上面 會有大機會 你自己考慮 從之前 從高點 回來之後呢 做一個底部形態 什麼形態 你自己看得懂 頭肩底 頭肩底的右底 爆大量 頭肩底的右底 爆大量為什麼 它不是出貨 如果是出貨 爆那麼大量出貨的話 就一路下去了 它沒有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是換手 對不對 換手就代表相對的 有這麼大的買盤 在這個區塊買下來了 那為什麼要買 耳後一定過高上去 一定是一個波段上去了 為什麼 那再把這家企業 是不是已經完全調整過了 對 這家公司 我說了 它原本在 我們在這邊 在電動車產品的出貨 大概只有五到六個料號 可是在現在 今年下半年開始 放量之後 在電動車產品的出貨的料號 會大幅度增加到 40到50個 成長10倍 那所以會回饋 貢獻在今年下半年之後 爆發的營運上面 所以為什麼有人 在這邊大量換手 絕對是波段啟動大轉機 滑心工之後的大轉機的 好股票之一 要買賬標的的 請現在 撥電話在公司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